哈喽朋友们又见面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是我期待已久 也是你们期待已久的P图教程 我自认为本人的P图技术还是可以的 然后P的图片也是比较自然 没有那么明显那么夸张的吧 也可能是我自己认为 主要会分为几个部分 首先就是我P图的一个思路 就是一个顺序 然后会给大家实操展示一下 我P不同类型的照片的一个过程 第一种就是大头照 就是近距离的自拍 以及他拍 第三种也就是多人的合照 会用到传说中的换头数 对这个内容一定要好好听讲 我觉得这期还算是干货满满的 今天就带你们揭秘大型网片现场 对我来说要产出一张 能够发布在公开社交媒体的图片 就不管是他拍或者是自拍 都要进入一个顺序 就是拍照 选图 编辑 也就是二次构图 然后就是披脸和去干 最后就是调色 我觉得P图这件事情跟我们审美还是稀稀相关的 那我个人追求的是那种比较清晰的画质 然后就保留皮肤一些细节 也不会磨皮很夸张的那种 让人产生那种 他到底有没有P图这种错觉你知道吗 所以我平时拍照都是用原相机拍的 前置后置都有 因为像这种美颜相机虽然功能很强大 但是都会影响画质 而且很明显都能看出来是美颜相机拍的 而且一般像拍照软件能够做到的后期的P图都可以做到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原相机的 大家如果经常拍照的话肯定知道光线对一张照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我们最好就是对着光源来拍 或者是从斜上方打下来的一个光线 因为充足光线真的是最好的磨皮道具 有时候光线好的时候基本上就皮肤的纹理啊什么都不用P了直出 就调下五官就可以了 但是呢像顶光也就是从你头顶正上方打下来的光线 以及呢从下方打下来的光线都是不可取的 会让你的脸出现很奇怪的光影 就会显得你的鼻子特别的大 或者说显得你这个下半张脸特别的大 这些其实你平时多拍一下都是可以发现的 那如果在光线不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创造光源 比如说闪光灯 开闪光灯的时候呢光线比较充足 就会把你脸上的纹理啊沟壑给磨平了 也会让你的后细P图呢更加轻松一点 而且平时用iPhone手机拍照嘛 它的后细闪光灯会比前置更加清晰 画质上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所以呢我平时晚上拍照 或者说在室内比较暗的光线下面呢 都是会用闪光灯来拍摄的 还有一个小决战呢就是你平时拍照的时候呢 可以把你的live给打开 就算你拍一百张照片里面有一张好看的live 你就可以直接上传 不用P了又省事又会让别人觉得哇塞 这个女的居然可以传身图 就是很自然不足足的感觉 有没有 其实满满都是小心机 live拍摄呢一般都是你按下那个拍摄键的 前后1.5秒这样子 因为现在live是可以直接编起的嘛 就是你可以选择前后的帧数以及封面 封面 如果前后有不好看的表情啊动作啊 你就可以给它截掉 其实呢关于怎么拍照 就自拍啊以及非常致命的一点 怎么将拿到你手机的人帮你拍照 这件事情呢有很多很多可以讲的 我现在呢就稍微提了几个小点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扣1 我之后呢就出一个压箱底的tips 可以再整理总结一下分享你们这些小技巧 接下来呢就是选图片 因为像我平时就拍了个几十张照片 最后可能也就选出五张可以修的 没错筛选标准就是能修就行 主要呢是看表情光线以及构图 但其实构图这件事情呢就不用那么严格 苹果相册编辑功能呢还是非常好用的 后续呢我们可以对图片进行裁剪啊 旋转啊二次构图 而且我发现现在苹果有一个超取景况功能 这个呢是可以在设置里面开启的 就当你碰到那种一张照片 其他都很完美 就是比如说脚被截了的情况 那怎么办很可惜 那如果你开了这个功能呢 说不定苹果呢就会帮你自动的构图了 我觉得这个小窍门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吧 就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招 就可以把一张废片变成能修的图 可以省去很多繁星式以及不必要的争吵 如果把一张半身的照片 或者说没有拍到脚的照片 把它奥斯构图成一张全身照的话 那想必这是一张角度非常倾斜的照片 甚至呢你可能看起来只有1米3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到苹果相册自带的一个倾斜功能 也就是一个广角的效果 可以让你从1米3勉强变成1米6 当然平时直接拍那种全身照呢 也可以使用一下这种功能 就稍微迷惑一下自己 我可没拉腿 我就是稍微编辑了一下图片 对吧 就是把1米3自己呢 还原成1米6的自己 就除了倾斜之外呢 还可以翻转 对某些妹妹不是不喜欢镜像吗 就可以用这个功能 当然啦 如果你有一个拍照技术很过关 被你调教得很好的工具人的话呢 前面的这些步骤全部可以省略 就当我没说哈 你就听听就好 那为方便呢 我已经把之前几组 我觉得自己批的还算不错的照片 放到了一个相册里面 这张呢是我之前已经批完 然后发过微博的 这两张呢就是圆图 那天拍照的时候 其实我的状态不深好 就你看图片也可以看出来 就脸上的这些功课非常明显 因为当时这些是熬夜啊 通宵了的 然后痘痘啊什么也很明显 盘这几张呢也是圆图 但这个就是打了闪光灯嘛 所以你脸上这些功课 就是已经被磨得很平的那种 没有特别明显的法令纹啊 黑眼圈啊什么的 所以呢这种呢 就稍微批一下这个脸部的纹理啊 什么就可以了 所以呢前期拍照真的非常重要 那我们就批这一张 好 因为其实像这种自拍的话 你的构图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其实呢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批图的过程 打开我们的Faceturn 因为我自己呢都是比较习惯用Faceturn的 因为它的其实功能呢都够了 然后像Faceturn2呢就是太多功能了 反而不好玩 好玩不好弄 所以我自己用的都是Faceturn 对 但它这个呢是需要收费的 就是25块钱 但是我觉得25块钱换来你的美丽 还不值吗 好我们就赶紧废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哈 首先呢我的批图顺序呢 一般就是先调整形状 就调整一下五官和你的脸型 那我们批的时候最好的是给它放大批 不然呢就很容易拉到你旁边的这种线条啊什么的 那我自己脸型的问题呢就是颧骨太突出了 然后太阳穴这里呢比较凹嘛 所以呢我就会把颧骨稍微往下劈一点点 然后你就不要劈太夸张 你看我这一下有点太夸张了哈 我一般就先用调整这个功能的 因为它这个调整的功能呢它劈的是比较局部细节的位置 然后脸侧也给它往里凹一点点 但有时候如果你觉得自己太阳穴这边太凹了的话呢 你不用盲目的把你的颧骨披下去 可以把你的太阳穴这里往外劈一点点 就是一个不同的思路吧 就不会看起来你这个脸比例很奇怪 然后右边这半边呢我就会用一下这个调整形状 拉的就是你一个大范围的一个曲线 因为你这个区域比较大的话 如果用一个调整这种细节的话 就很容易把你的脸的边缘弄得弯弯曲曲的 就劈图痕迹太明显了不太好 然后下额线这边呢也给它推上去一丢丢 就是我们劈完脸的时候呢整体的看一下 有没有哪里劈的太夸张了 就给它稍微还原一点点 不要太假了 毕竟我还是要出现在视频里的 不可能永远活在照片的世界里 然后呢现在的脸型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样看其实鼻力还是有点点奇怪 脸的面积呢比较大就留白太多了 所以呢我就会把眼睛给它劈大一点 眼睛呢我一般就是先往外拉 然后往下拉 就尽可能的不要改变眼型 再具体调整一下 劈这种细节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它放大 这样子就不会带到其他的五官啊什么的 就不会变形 一定要缩小 整体的效果要看一下 有没有劈的太过分 左边眼睛也是 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近大远小的概念 然后鼻子呢我就稍微劈一下 把这个鼻孔哈劈小一点点 劈完脸之后呢我们就得看一下这张照片 你整体的感觉 就是你这个头发呀以及你脖子啊 肩膀的位置 这张照片其实头发还OK 我就把这个颅顶稍微往上拉一点点 因为大家都知道发量多颅顶高 就会显得你脸小 所以呢我们平时劈图的时候呢 也要活灵活用 哪里太别拉一下 对吧 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线条 给它往上拉 这样子它这个直线就不会变形了 对要顺着它这个方向 然后呢就是脖子这一块 脖子呢当然要把它披的细一点了 然后斜方肌披下去一点点 这边也是 一定也是要整体看一下 有没有很奇怪 还可以哈 然后把嘴唇也稍微这边 给它披出来一点点 然后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脸 就是下半部分太往外凸的话呢 就会用这个调整形状呢 再给它往里收一点点 可能你们都看不太出来 现在这个脸型变化还是挺大的吧 对吧 然后像这样照片呢 我的法令纹比较明显 黑眼圈有一点点明显 所以呢我就会先用这个色调功能 用一个选取器放大张照片 大家这样可以看到 这里法令纹这块位置呢 是比较暗的嘛颜色 所以呢我就会取附近颜色比较亮的 这个颜色 涂在法令纹暗的部分 然后我们缩小看一下 看到了吗 这法令纹就没有了 这其实就是像是我们平时化妆的时候 提亮法令纹 就大致的这样子披一下 因为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磨皮 就是平滑的功能呢 把它磨的稍微的自然一点 没有那么明显的颜色区分 这个功能呢 你也可以用来披高光 然后鼻头这个亮亮的高光 给它涂在山根这块位置 让它打亮一点 你看 你看这边山根是不是就亮了起来 就把鼻头再弄亮一点 还是有点效果的哈 然后除此之外这个功能 可以用来披你的头发 比如说哪里凸了就涂哪里 选取一个黑色 你哪里比较凸的话 就直接涂上去 然后给它披在这块位置 这里就黑了 就有头发了 给大家展示演示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用一个平滑 把脸上这些瑕疵呢 磨一下 但是呢 一定不要带到五官的位置 就是不要把你的妆容啊什么的 给它磨平 磨一下我们刚刚用了色调 就要这块 法令纹的位置 看这样子 就是一下子自然很多了 然后镀印 瞬间平了 然后骨子也会披一下 一定要披开五官哦 和高光的位置 就再把我的颈纹披下 我的颈纹真的很明显 这里呢就放肆的磨 看颈纹好很多了 肩膀这里呢有一些纹路 也给它 披一下 然后这个平滑呢 其实还可以用来披头发 就让你的头发看起来没有那么毛躁 看起来顺滑一点吧 你脸上如果瑕疵比较明显的话呢 还可以用一个这个修补的功能 就给它试下这个质吧 上面这个圆圈呢 它就可以选取其他部位的皮肤 然后把下面这个圆圈盖过来 OK这个质就没了 这个功能就是用来披一件 抹皮都抹不掉的瑕疵的 他张照片真的已经大动了 大改动了已经 然后最后呢 我就会用一个细节的功能 这个功能就可以让你的五官更加锐化 就让你的立体度出来 妆容什么呢 也会比较明显一点 我为了给大家出效果 就是披的比较重一点啊 鼻子这边也是 加强一下这个光影的对比度 就瑞化一下 眉毛这个后半部分 我一般也会给它加一下 然后其实到这里呢 这张照片你披的差不多 就和我们再整体的看一下 它前后对比 哇哦 网片现场 好我们就保存 然后其实像我平时 这种自拍照呢 一般就是不调色 因为它色调其实也不会差特别多 这张照片呢 主要内容就是你的脸 对 但如果要调色的话呢 我就会直接用苹果相册里面 自带的这个编辑功能 它现在这个调色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参数可以调整 那最懒人的方法呢 就是它是有个自动 你可以点一下 一般就还挺好看的了 然后你也可以具体的调一下 这些参数 然后一般呢 就会加一下锐化 加强一下细节 清晰度也拉一下 对 一般呢就OK了 这样照片呢就批完了 对比还是非常明显的吧 真的是网片现场 然后像这一图在电梯里面呢 我觉得我自己批的还是蛮厉害的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这边这三张是圆图 这几张就是我开的live 然后还打了闪光灯的 这一张呢就是闪光灯开的那一瞬间 就脸上勾勾没有那么明显了 刚忘记讲了 就是你拍了那么多几十张照片嘛 我觉得OK可以批的呢 就会选一个小红星 对小蓝星 就直接在个人收藏里面 就比较好找一点嘛 打开这张照片 首先呢依旧是调整形状 然后这个的要调的部分呢 就比较多了 那这样照片重点呢 就是头发 对因为这个头发就是很扁 然后那些头发也挺油的 你看脸呢就是稍微披一下 对也要披蛮多的 其实而且这张比较知名的一点呢 就是镜子反光里面还照出了脸 所以这个部分也不能落下 那我们首先呢就先把脸型和五官稍微的调整一下 眼睛放大 脸稍微往里缩一点 这边呢我就给它稍微往外拉一点 太阳穴这里 再放小看一下 有没有太夸张 但其实我觉得吧 有时候批的夸张一点 也还好吧 谁不知道你要批涂啊 现在谁不批涂对吧 这张脸型其实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因为头发还是很修饰脸型的 然后呢就到了我们躯干的位置 以及头发的位置 这边太扁了 给它往外拉一点 这种呢也是你要放大的来拉的 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把那脸型给拉 拉变形了 已经效果很明显了 这样看起来脸小了很多吧 对吧 头发茂密很多 然后我这张照片呢 显得头呢有点尖 再调一下 也是放大 把头修得远一点 对吧 头发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呢就到了我们肩膀和脖子的位置 把肩膀调得宽一点 因为肩膀宽嘛 就会显得头小 用这个调整形状 来给它整体往上推 往外拉一点点 把这个肩膀 就是斜方计的位置往下拉一点点 然后脖子这块呢 如果你觉得自己脖子看起来也太短了 它往下来一点 然后把领子往外拉一点点 不要太夸张 因为这张照片手臂在比较前面的位置 比较靠近摄像头的位置 所以看起来有点粗哈 不是我手臂粗哈 所以给它也调一下 看一下对比 已经很明显了吧 然后呢 到了我们镜子里的部分 头往外拉圆一点 下巴稍微收一点点 但其实我好像当时没怎么披 这个镜子里边的 就是因为给它演示呢 还是要细节精致一点嘛 眼睛呢 也做一个大片子 拉大一点点 我们现在都来到一个色调 发力纹呢还是有一点点啊 我要选取周围比较亮色的部分 涂在这块发力纹的位置 瞬间没有了 这样子就会比你直接用磨皮自然很多 效果也会更好 然后黑眼圈这里也是一样的 但是一定要避开卧蚕 不然就会把卧蚕皮没有 我忘记了 我刚刚还是想加一个鼻影的 直接选取这边比较深的这块位置 给它画一下鼻影 因为有时候就是光线的问题嘛 就会把你的鼻子给变没有 就按照你平时打鼻影的方法就可以了 哪里太多擦掉一点就可以了 鼻子就出来了 然后像这里觉得下巴有点黑 也可以给它打亮一下 把这个下半张脸修出来一点点 我感觉有点往里凹了 再把脸稍微披大一点点 我感觉这有点小的过分 然后我们就用平滑 刚刚用了色调的部分平一下 平滑一下 痘印骨子这边 觉得比你太重呢 也可以磨一下 然后就直接磨头发 因为这头发看起来有点太油了 头发看起来顺滑一点 镜子里也别忘记 你看这个头顶多油呀 瞬间它这个油滋滋的感觉 就磨油了 我觉得头发这块位置 好像还有一点太缺了 就再用一个色调 我们就复兴一下 全个黑色涂在这里 就把这个缺缺补上 厉害吧 然后也可以把你这头顶 稍微弄黑一点 因为感觉刚刚磨的 稍微有点太白了 因为我当时本来就是接了头发 所以头发是有点 颜色分层的感觉的 真的是大型王 天我的天哪 这样的头发就差不多了 你看是不是这样 比刚刚自然很多了 OK 现在我们就用一下细节 把五官锐化一下 我们镜子里面的一定也不要忘记 离自己来一点 我已经看这个手机 你看到有点恍惚了 那如果你有时候脸的颜色 跟你身体皮肤的颜色差太多的话 你可以用刚刚那个色调功能 就用脸上的颜色 把你这个手臂脖子皮白一点 但我有时候懒 我就不弄了 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吧 但一定要注意光影 就不能够把一些 本来就是阴影的位置 提太亮 不太假了 就只是提亮该提亮的部分就可以了 是吧 厉害吧 这是个小天才 就披的也差不多了 然后保存 同样来到我们的相册 打开我们编辑自动 清晰了很多 它这个色调很满意的 就不用大改了 就直接这样就可以了 就非常的省心省力省时间 OK 这样照片就好了呀 这个编辑功能真的太好用了 来前后对比 绝了 可 就瞬间照片精致了很多 然后整个画质感觉又提升 但其实你并没有做太多的 这个色调上的改变 直接一键调色 nice 然后最后一个案例 就是独家绝学 也不是说独家吧 就是我觉得非常厉害的一个招数 就是换头数 因为其实好几个人一起拍照 很难有一张照片 能够所有人的表情啊 角度啊都是OK的嘛 首先呢这张照片呢 是我姐妹们也批好了 就最后轮到我批的这张照片 看看我的脸天啊 怎么这么大 因为我那天头发也是很奇怪 就没有洗嘛 你看看这个头颅 再看这个 弄牛五方脸 绝了 嘴巴还张着 这牙齿还凹凸不平的 真是没有办法批 所以呢我还是用了 我压箱底的招数 准备给他把头换一下 然后就在我们的合照里面呢 找一张我表情还可以的照片来批 这张也不是很OK 其实 因为脸型啊 头发都是比较大的问题 但表情还可以 所以呢 其他的部分呢是可以批的 所以就决定就是选择这一张 你要用两张照片凑成一张照片的话呢 你光线啊以及角度最好是差的比较太多的 不然的话就看起来就会很明显 然后我就会在这两张照片里面 选择一张用来做背景 因为这张我表情还OK的照片呢 就取景框更小一点 所以呢我就用这张用来做底 批这种比较高难度的照片呢 用到的软件就是pixage 我们就打开这张 我们想要把它作为背景的照片 然后呢 用到一个功能呢 就是这个添加照片 点开我们准备要盖的上面的这张照片 添加 然后就给它放大到 跟这样照片差不多的一个size 把我们不要的这个人 给他用橡皮擦掉 在最上方这个橡皮擦 点开 然后就把我这个人呢擦掉 这种其实一般工程量还挺大的 所以就需要耐心 然后呢如果不小心擦到旁边的人的话呢 可以把它恢复 用这个画笔也给它画过来 厉害吧 就先大概的给它擦掉一点 因为我们要调整一下比例嘛 然后把细节的部分给它涂一下 看这两个可乐品重叠了 就给它擦掉一点 现在其实这样子人已经差不多OK了 就是已经没有明显的图片重叠的痕迹了 主要是这边后面的背景这里 就是你边擦就边看 也不能够把别人的脸给擦掉 非常精细 跟你说一般人玩不来的 我在这里就交给你们 但其实后面你也不用说擦的多完美吧 因为主要主体还是人嘛 这张照片 现在重叠的部分呢 就只有这个花这里了 再给它试着擦一下 看看能不能更加自然一点 就这样吧 差不多了 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什么重叠的部分了 我就是给它多了一块蓝色小方块出来 然后这样子呢 这个换头手术呢 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对 你现在看到这边外圈一个灰灰的这个边界呢 是顶上覆盖的一张照片 拖出来的部分 就不用管它 直接点应用 应用了之后呢 就是你这张照片就已经固定住了 就不能够进行擦除和恢复的动作了 这样的就是圆图 然后这边呢就是批完之后 对 就三个人的动作表情都是OK的 我刚懒得批圆图 所以呢 我把姐妹们的照片给打满了 我就不打了 反正大家也知道我长什么样子了 真的是非常真实 换完头之后呢 你就可以进行后面的披图 披头发 披脸型啊什么的了 跟之前的铺就都是一样的了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对比哦 这张也是我也披了脸了的 对是假的照片 是不是很厉害 如果你学会了这个换头手术之后呢 你的合照就不用担心了 那今天这有干货 满满的披图教程呢 就分享到这一个 希望你能够学会我的一些小技巧们 以及大手术们 希望所有的妹妹们呢 都拥有美美的照片 大家也可以给我交下作业 对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能够喜欢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啊对了 不要忘了给我点赞 收藏 投币弹幕 黑了1.3年哦 跟你经营导 呀 你 你 我